大家好 我是赵茵茵 今天我本来是要去巴塞罗那 吃冬季的红虾 但是徐征导演 非得让我来吐槽大会 我和他说 如果我去了吐槽大会 我就吃不成巴塞罗那的红虾了 他说 但是如果你来了吐槽大会 所有人就都知道 你爱去巴塞罗那吃红虾了 于是我来了 我是一个钢琴家 但是我特别地佩服 贾斌老师 忽然吧 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却获得很多个喜剧大赛的冠军 我 科班出身 但是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也就是世界殿堂级的钢琴家 斯坦维全球专属的钢琴家 获得过澳大利亚国家终身成就奖 悉尼市征听钢琴奖 伦敦BBC表演艺术家大奖 以及纽约青年艺术家奖 对不起 说的有点多 但不说又憋得谎 接下来我说说我每年的安排吧 每年我用五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我音乐会的巡演 剩下的七个月 我是一个职业的美食家 听说贾斌老师很爱做饭 我不爱做饭 我爱做菜 做得也不是很好 只不过获得了法国香槟校尉蓝带美食家 国际美食美酒品鉴家 法国厨房协会大中华区终身会长 不好意思又说多了 舒坦呢 贾斌老师还说了 要和我切磋厨艺 我说贾斌啊 不要和我切磋厨艺 这对你不公平 因为上一个跟我切磋厨艺的 是身上有八厘米芹星的 意大利老头 Bombana 当时他都舒几眼 不顾一个意大利人的体面 说要笑 贾斌老师 有一次去找徐正导演喝酒 带了六瓶XO 一个晚上全部干掉 喝酒我也略懂一点 上次跟我切磋的是 算不算 不提了 我只是想说 喝酒 最好还是要慢慢地品 如果你一定要那么喝 我建议 我建议 喝料酒 王晋导演 我们之前其实是在一个活动中见过的 我当时就对他说 北京好奇某地方喝茶 北京没有什么太好的越式饮茶 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很不屑地回答我说 那是你没有找对地方呢 我内心只闪过一个念头 真是无知者无畏 其实当时我完全可以告诉他 我是谁 我的身份 但是我的考虑是 如果我的身份那么多 说完了 可能就赶不上去意大利 挖出秋的白松路 于是 我就优雅地走开了 我吃过一道特别好吃的菜 那道菜叫做随便 就是有些人 你问他想吃什么 他说随便的那个随便 就比如李更熙年纪小 经历的也少 还处于大人给他点菜的阶段 只能吃随便 但是随便不要紧 吃什么也不重要 一定要配上海天黄豆酱 蒸着吃 闷着吃 站着吃 炒着吃 拌着吃 随便 你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 李更熙 上大学的年纪 不上大学 这一点我很不理解 我是科班出身 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去上学的 不然以后 你可能都念不出 本巴呢 本巴呢 你毕业了 我第一次见到徐正导演的时候 他还挺瘦的 而且还有头发 当时我也没来得及介绍我自己 因为我考虑到 要是介绍完了 可能就赶不上去日本 吃晚秋的河豚 最初我在徐正导演眼里 我就是个厨子 当他知道我会弹钢琴的时候 他很惊讶 你还会弹钢琴啊 我当时其实什么也没说 我默默地脱下了围裙 为自己 倒了一杯六十年的单衣卖眼 坐下来之后 给他弹了一段 布拉姆斯的 Second Piano Concerto In B-Flat Major Obs 83 弹完了 徐正说 你弹的啥 我说 De la Maison Hobbyon 徐正说 哦 原来是这首曲子 其实我就是随口 说了一个酒名 徐正 你还是比我能装 我第一次用我的音乐才华 打动徐正的时候 就是拱妈的配乐 第一遍我弹得比较的正常 徐正就在这喊 你弹的是进军莫斯科 进军懂吗 进军 进军 我撸起袖子 又弹了一遍 他说不够 不够 再来点劲 这一次 我是使出了 劈排骨的力气 差点把钢琴给砸了 徐正说还不够 再给点劲 于是我拿出了一把 劈排骨的刀 徐正说 够了够了 很好 真的是 一点艺术的坚持都没有 一个大导演 贪生且怕死 如果把徐正导演 比作一道菜的话 你们是不是会觉得 我说猪头肉 我会把它比喻成是一碗 顶级的蟹粉黄鱼面 不但可以裹腹 更是回味悠长 人生就是一场盛宴 我最珍贵的朋友 都是我的酒肉朋友 而徐正是这场盛宴 最重要的酒肉朋友之一 很感谢他带我来这里 不过时间差不多了 再说的话 我就来不及去象山 吃雨后的冬笋 刚心美食家的生活 往往就是这样 朴实无华 且枯燥 谢谢大家 我是赵盈盈